你 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最有 保护重大 求你定来 祝我值得 断不下来了 你定的 在哪里 你 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最有 保护重大 求你定来 祝我值得 二 三 副歌 你 哪里就有自由 世界最有 保护重大 求你定来 祝我值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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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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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将有自由 阿们 神的灵在哪里 哪里就有的 就有祝福 阿们 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 这是一个属于圣灵的祷告会 阿们 圣灵在这里要掌权的祷告会 阿们 我们要欢迎祂 我们要尊重祂 我们要爱慕祂 我们要敬拜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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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篇第42个离子到第43篇 连续三节节节目提到一句话 那句话说的时候我们一起读 来 我的心啊 你为何有愤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眼望神 你我还要称赞他 他说你以上光荣 是我的神 这段经文 那么这个42篇 43篇 两篇的经文 反复出现 这句话出现了三次 在42篇的第5节 还有第11节 然后到43篇的第5节 都反复出现 诗人在那边发生什么状况 没有讲 但从他的经文内容里头 显然他是一个被掳了 当时国家已经亡了 他被掳了 他没有办法到圣殿里头来了 他在远处的地方 别人在那边嘲笑他说 你的神在哪里 别人在那边嘲笑他说 你信的上帝是假的 然后他自己也在那里怀疑 他问说上帝你忘记 我要到什么时候 我呼求你要到什么时候 祷告了又祷告 呼求了又呼求 好像什么婚姻都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对自己的心 他对自己的心说什么呢 他鼓励自己 他说我的心啊 你为何有本 弟兄姐妹 没有人安慰你的时候 你要自己安慰自己 你自己要对自己 说信心的话 你自己要对自己 说盼望的话 这一节经文成为 历代以来许多 圣徒的帮助 统统在对自己说 我的心啊 你为何有本 可是你会说 我很多的理由 因为我得了肿瘤啊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因为我的事业要垮了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因为我的客户 一个一个跑掉了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因为我的老公 在外头有女人了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我的孩子不听话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我的钞票付出来了 我为什么不有本呢 我真是有太多的理由 在那里有本 但是在这个地方 世人对自己的心 说什么呢 你为何有本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他告诉自己说什么呢 我应当怎么样 仰望神 我应当怎么样 仰望神 他告诉自己 仰望上帝 有些妹对自己说 仰望上帝 仰望上帝 我不在乎我看上帝 我不看我的蓝柱 我不看我的蓝柱 我不看上帝 我不看我的恐惧 我看上帝 哈利路亚 但是当我看上帝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样事情 发现什么呢 祂是我脸上的光荣 不但是我的光荣 你看小字上面说 祂是我脸上的帮助 我仰望神的时候 我就知道祂还帮助我 Amen 上帝永远帮助我们 祂永远帮助我们 祂是不但帮助我们 祂是我们的光荣 祂不会把我们 丢在羞耻里 祂不会把我们 丢在这个失败的里头 祂把我们带到 光荣的中间来 祂是我们的上帝 哈利路亚 Amen Amen 各位姐妹 今天你有什么样子的难处 我不知道 每个人都会有 但是请你相信一件事 请你相信一件事 你大部分担心的难处 都不会发生 Amen Amen 你害怕的事情 大部分都不会发生 请你相信牧师 在这里说语言 可以吗 Amen 你的信心 相信我害怕的事 不会发生 Amen Amen 你要相信我担心的事 不会发生 Amen 你担心不能够解决它 交给上帝就好了 Amen 再多的担心 也不能够解决 那就交给上帝吧 你害怕也不能够解决它 我以为害怕了 事情就过去了 不会 反而你勇敢地面对 那个害怕的事情 就离开你 Amen 撒旦要勇敢地面对它 撒旦就会离开你 你逃跑 Amen 我就经常形容 我说那个狗 你怕它它就追你 你不怕它它就逃 Amen 狗你不怕它 它就怕你 你怕它 它就跟着你就追着咬 它就追着咬 所以你就记得 一点都不要去怕它 你要站立得住 Amen 它踩在脚底下 Amen 要告诉他说 我的上帝比你大 Amen 你的上帝比肿瘤大 Amen Amen 你的上帝比肿瘤大 Amen 你的上帝比你的债务大 Amen 你的上帝比你的婚姻的难处大 Amen 他在底下 我开车来的时候 一个年轻的姐妹 就来跟我说 他说 牧师我要谢谢你 我说什么事情 谢谢我 他说四年前 你记不记得 他说我老公在外面有外遇 我妈妈带着我来祷告 我就突然间想想 我说我记起来 记起来 我在六楼的时候 在六楼的时候 电梯口 你妈妈带着你 来跟我说 你老公在外面 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他说对 他说我要告诉我老公 这一次受洗了 哈利路亚 对不起啊 我不敢讲 每个老公都回头 有些老公是死不回头 但是在上帝的手上 我告诉你 你祷告上帝 不要到他老了再回头 他如果老了 你不要他 听得我说的吧 他如果已经老到 很老很老了再回头 要你养他 你就不要他 这种回头没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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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也说上帝 我不要他 病得要死再回头 你还要照顾他 哈利路亚上帝 我也不要 我要告诉你 这是谁的脑格 这是崔子诗的脑格 崔子诗就是 谁啊 张庸基的岳父 崔子诗的老公 也是啊 跑到外头去了 崔子诗一个人 带着三个小孩 他自己服侍上帝 有很多的神迹 别人就说 既然有这么多神迹 你为什么不祷告 你的老公回来 因为他就 好 他想想有道理 他祷告了 上帝让我老公 中风了以后 他就会回来 他就一直这么祷告 他的儿女就跟他讲说 妈你怎么可以这么祷告 中风了回来 我们还要服侍他呢 他说对 他不能祷告 他中风了回来 不可以祷告 他分身了 他中了病再回来 后来他就开始 比较正面的祷告 他说有一天 他在圣诞节 正在教会里头聚会的时候 有人跟他讲说 妈妈家里来了一个重要的客人 他家里有什么重要的客人 他说你一定要回来 家里来了重要的客人 他说怎么可能啊 我正要忙聚会 他说无论如何你要回来 以后妈妈就回去了 回去就看到家里的门口 有一双男人的皮鞋 他想这个人是谁啊 进去一看 是他老公回来了 你们 我从这个姐妹的故事 我就想到这个故事 这个姐妹很年轻的 跟我讲话很年轻的姐妹 他们的老公在外面乱搞 说这些男人都是瞎了眼睛 这人说告诉你 这个都是魔鬼弄瞎人的心眼 魔鬼弄瞎人的心眼 简直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不知道自己在做 好了 我只是告诉你 你心不要忧悶 Amen 心里不要忧悶 Amen 告诉自己 我的心不要忧悶 一起说 我的心不要忧悶 我的心不要忧悶 一起说 我的心不要害怕 我的心不要担心 我的心不要担心 放手 放手 救恩就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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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救恩就会来的 亚伯拉罕放过两次 第一次 是罗德来抢他的土地 不说抢 罗德跟他分财产 你看他放手 让罗德把最好的拿走 看到没有 罗德就把最好的拿走 拿走了以后 上帝就跟他讲 东西南边看 该是你的 都是你的 看到没有 放手以后 谁都抢不走 该是你的 你如果肯放手 那原来是你的 仍然是你的 不该是你的 干嘛一定抓着他呢 不该是你的 就送给别人去吧 哈利路亚 Amen 我不是常常跟你们说 如果对撕裂 我非常有经验吗 年轻的时候 很多女孩子丢掉我 当时都放不下手 就觉得这个女孩子 这么好 我怎么可以没有她呢 上帝一定要让她的心归向我 结果她们的心就没归向我 上帝就没听我的祷告 哈利路亚 她们没有听才好 才有这么好的师父 放手 后面会有更好的 亚伯拉罕有第二次放手 什么时候放手 上帝跟他讲说 把你的儿子给我 不但告诉他 是你所爱的 不但告诉他你所爱的 说是你独身的 就怕他心不痛 懂我的意思吧 上帝说这话 简直就是怕亚伯拉罕 心不痛 反复地告诉他 这是你独一的哦 把独一的给我 这是你爱的 把你最爱的给我 哇 我相信亚伯拉罕心里 有一千个一万个 一百万个舍不得 会不会 那三天 亚伯拉罕一路走 走到山上去 你可以想 那三天里头 亚伯拉罕发生什么事 告诉我 亚伯拉罕会不会哭 哭的时候 还不敢让儿子看见 会不会 还不敢嚎啕痛哭 对不对 追心刺骨的痛 对不对 然后到了晚上 亚伯拉罕在那里 会怎么祷告 告诉我 儿子要睡觉 他们仆人都睡觉 他一个人在那里睡得着吗 睡不着啊 他一定在那个 望着天在那里喊 上帝我又没有听错 上帝啊 怎么会是我儿子啊 上帝啊能不能是我 上帝叫他放手 我相信那三天 他一边走一边 心里挣扎 痛哭 一直最后走到了 祭坛的边上 他终于完全的放手了 当他完全放手的时候 上帝说 不要动手 另外一头羊在边上 那个才是我要的基物 现在不要你的儿子 看到 他放手了就是他的 余姐妹放手了就是你的 Amen 紧紧抓住不是你的 Amen 放手了就是你的 Amen 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叫做以诗帖 以诗帖 以诗帖你记得 他的养父莫迪卡 他讲说你去见 那个叫做亚阿水的王 去见他 他说不能见他 他说他已经一个月没找我了 都找别的妃子 都不找我 他说你去找他 他会去找他 他可能会看我的脑袋 他说你去找他 得到你的慰奔 你胭脂不是为今天的机会 你看 以诗帖就说了一句话 死就死吧 Amen 他说死就死吧 他放手 结果这一个放手 带来全以色列极大的救恩 不但他的命得回来了 而且全以色列极大的救恩 Amen 耶稣告诉门徒说给他们吃 门徒说不够 只有一个小孩 呆呆笨笨 无饼而语拿出来了 他放手 这一放手就成就极大的神迹 Amen 说我们祝福你 今天你来这个地方 不是学抓 而是学放 Amen 今天晚上上帝要对你说 放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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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一起说放手 放手 再说一遍 放手 再说一遍 放手 我告诉你 放手接着就是放心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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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放了心就放了 手放了心就平静了 Amen 手放了里头的担忧就离开了 里头的恐惧就不见了 里头的恐惧就不见了 里头的害怕就没有了 Hallelujah Amen Amen 来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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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加一点 今天上帝再对你说话 先稍微加一点 那你现在先垫着这样 该放手就要放手 不要紧紧抓着 不要抓了 你抓得累得要命 你有没有发现 你抓得左边丢的右边 抓得右边丢的左边 有没有 有对不对 那就不要抓了 左边也不抓 右边也不抓 上帝你要给我就给我 我再也不抓了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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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数到三 你就喊三声出话 然后到上的时候 说我的心啊 自己要对自己的心 我的心你要回向以后 我的心你要安心在神的手上 我的心你不要再有 把你害怕的都要受伤 你害怕的都要受伤 告诉人都没有人能够解决你问题